美媒消息 中共中裁办主任刘鹤月底将防美游说 避免中美贸易战 此前中共高层也被曝曾与美方密集接触 美媒分析 这显示北京底气不足 会竭力妥协 美国爱克洛斯网站2月22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习近平的首席经济智囊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将于2月27日至3月2日访问美国华盛顿 报道分析 北京此举止在与美国重新接触 并希望重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但白宫至今尚未同意 本月初 与刘鹤统为中共政治局成员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也曾访美 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也是如何建立两国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 此外 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援演多个消息人士透露 习近平和王岐山之前几周曾秘密会见美国驻北京大使布兰斯塔德 极力游说美方 以扭转中美对抗和爆发中美贸易战的趋势 随后 刘鹤也定于14日与布兰斯塔德会面 金融时报指 中方接连派高官与美国接触 表明北京当局对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 这可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不乐观 中方底气不足 对此 美国之音援引中国问题专家 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的分析称 中美贸易战如果开打 中方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 对习近平设定的经济进程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所以 中方不想卷入贸易战 会竭力妥协 他认为 中美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 双方会有所妥协 而中方妥协的意愿可能更强一些 美国方面 川普总统在国安新战略和国情资文演讲中 都指中共政权对国际秩序存在威胁 已经明确将中共列为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 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 今年1月开始 川普已经出牌多个措施 对中国产品连下重手 中方反击措施则非常有限 被指只有象征异议 多家媒体消息 中共中裁办主任刘鹤将出任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 港媒更预测 这名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将领导六位经济领域的高官 习会将经济事务直接委托给这个经济团队而绕过总理李克强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刘鹤在3月的中共两会上升任副总理后 或将领导一个由6名高管组成的经济团队 负责中国经济管理的大部分事项 报道援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锐生的分析称 刘鹤名义上是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领导下工作 但习近平委派给刘鹤团队的工作大部分会绕过总理 刘鹤不会提出他认为习近平不会审批的方案 报道称 刘鹤团队将由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经济专家组成 最终会在3月通过任务命 北京的政策制定圈子内流传的热门人选包括 银监会主席郭树青 证监会主席刘士渝 央行副行长易刚 发改为主任何立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孝亚庆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 报道称 这一团队看起来很强大 6人都曾管理过政府实体 银行或金融服务公司 6位人选中 5位有博士学位 至少3位能说流利的英文 这6人中 郭树青特别引起关注 据银监会官员介绍 郭树青形势迅速 不会过多考虑利益集团 这一风格与刘鹤相似 也符合习近平的优先考虑 不过 外界观察 这6人并非都是习近平亲信 一有前朝就不 习如果依靠这个团队掌控经济 估计还会有一定阻力 近年来 刘鹤越来越显示出直接参与经济决策的迹象 今年1月还代表习近平率团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而国务院越来越成为习近平团队经济决策的执行者 此前海外媒体曾一度炒作习利不和的舆论 近来已经销声匿迹 有分析指 背后放火的是江派势力 目的是分化习利 习乎政治联盟 港媒指 习利只是分工有所调整 配合上没有出现问题 二人在经济理念上可能有分歧 但在政治利益上并无冲突 习近平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击黑恶势力及保护散 被外界认为建制中共政法系 该通知出炉后 中共最高法沉寂近一个月后 近日终于表态 宣称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 做到查案工作无禁区 无特区 无盲区 这是习近平当局发出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知之后 最高法首次对此事进行表态 据新华网报道 中共最高法院近日召开全国反腐败工作视频会议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会议上强调 必须清醒认识 到当前 一些法院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不到位 组织纪律执行不到位 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 四封问题久禁不绝等问题 在美国职业的律师叶宁认为 中共公检法是专制制度的打手 不受任何权利约束 绝对的权利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靠中共司法部门自己根治腐败根本上是原木穷鱼 此前 中共国务院于1月24日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强调打击黑恶势力及深挖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影结合起来 严成黑恶势力 通知还要求 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对此 港媒东网评论称 习近平所称的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 中共政法系将成为今年反腐重点区域 一批大案要案或许很快就会出现 评论称 周永康一手打造政法系十年 周虽以身献秦成监狱 但其徒子徒孙仍占据政法要金 口头上效忠北京 行动上却酩顶暗抗 其在收拾完枪赶死后 势必清理到罢字 而清理政法系 最好的切入点便是打黑除恶 众所周知 中国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 都有政法系官员充当保护伞 称霸一方 残害百姓 甚至一些黑社会头目就是政法系统官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孝分析说 习近平当局避开政法委 直接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行政治性 运动性的这场运动 真正的目的是要彻底解决江泽民集团 在政法界留下的隐患和威胁 要彻底清除江派在政法系统从上到下的残余势力 但在此次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 各地公布的扫黑战果却变了位 据媒体报道 各地抓捕的人五花八门 有将严打转向政治领域渗透势力的 有将严打转向阻碍征地拆迁的 上访的等等 就是没有黑恶势力揪出保护伞 而中共最高检在召开有关扫黑除恶的全国检察长会议时 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对这场行动的定调更是变了位 他强调 要深入开展反分裂 反渗透 反恐怖 反邪教 反间谍斗争 曹建明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军有江派背景 两人均被指涉周永康案的罪行被暂时放过 李天笑说 由于习扫黑除恶处及到清洗政法系统将派势力 因此遇到巨大阻力和顽抗 政法系统把扫黑口号接过去 还另立反渗透反邪教的项目 实际上就是把矛头转移到了受迫害的民众身上 还故意把习的扫黑与中共以往的严打及重庆唱红打黑混为一谈 以便自己脱身 李天笑指出 总而言之 习的扫黑对象包括黑社会成员 但更大的目标是清理中共政法系统迫害民众的江派势力 因此遭到江派势力的拼命抵抗 时政评论人士李牧阳说 中共铲除黑恶势力和保护伞是笑谈 只有中共官员 政法委 才有能力和权力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而他们都是在中共体制内存在的 是中共的一个特色 也就是说 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 这是它的本质 扫黑除了成为习近平当局2018年的政治重点 既抓涉黑组织 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据估计 中国大陆涉黑组织人数不下百万 江泽民集团操控的政法与黑帮势力 更成为针对习阵营高层的暗杀行动乃至杀戮百姓 恐怖袭击等另类政变的主要实施者 1月11日 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讲话 首次明确表示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 既抓涉黑组织 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1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通知要求 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习近平中纪委全会讲话 以及紧随其后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遇事扫黑除恶将成为习当局2018年的重点政治动作 中共统治下历来是警匪一家 中共政法系统不仅是黑社会的靠山 也是黄赌赌等社会危机乱象的根源 中共基层的黑社会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中国社科院2016年的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大陆45%以上的农村的村委会 是由黑恶势力组成 2014年4月 中国大陆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伍博新接受陆媒专访时称 保守估计 中国大陆是黑组织的成员 人数不下百万 中国社黑组织却已日渐成熟 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从原来松散的组织犯罪 发展得越来越成熟 二是黑社会组织越来越成型 组织结构越来越紧密 三是有了更高级的犯罪类型 比如渗透政治 操纵官商勾结 四是以由原来的少数地域逐渐蔓延全国 凡此种种 以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报道还称 在整理四十宗涉黑大案后发现 四成黑帮投资涉足房地产 三成燃脂矿业 近两成有政界身份 而近几十年 中共政法系统一直被江泽民集团罗干 周永康先后掌控 中共政法系统及各级政权的黑社会化 不仅是中国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源与导火索 也已对习近平中央政权形成实质性威胁 1月26日 中共官媒罕见披露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曾命黑老大刘汉照顾其子 作为回报 周氏父子驻留将其商业对手原报三兄弟灭门 官媒报道将黑社会与中共政法系统勾连 并直通中南海的现状公开化 不仅如此 江泽民集团操控的政法与黑帮势力 更成为针对习阵营高层的暗杀行动 乃至另类政变的主要实施者 2012年重庆事件后 随着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展开清洗行动 江泽民集团丧失党政军大权 害怕政变及火灾器官 贪腐等罪行被清算的江泽民集团挺而走险 垂死反扑 频频发动另类政变行动 从2013年开始 习近平 王岐山等习阵营高层 多次传出险遭暗杀消息的同时 中国大陆不断发生恐怖袭击 包括昆明血案在内 这些恐怖袭击很多背后 是江泽民集团二号人物曾庆红在策划 江泽民的大总管曾庆红 长期掌控中共国安系统及特务势力 操控香港黑白良道 是海内外特务势力的总投资 据报 江泽民集团通过收买武警和黑社会暴徒 精心安排了系列的报复社会行动 用杀戮百姓的方式 意图推倒习近平 江泽顺势上台 纠正习近平的错误 江泽民集团操控政法武警及黑社会势力 进行政治博弈的手段早已有之 据港媒披露 早在2001年 时任副总理温家宝 中纪委书记委建警等中南海高层接连险遭暗杀 2001年11月29日 时任总理朱镕基召开了社会治安保卫工作紧急会议 朱镕基在会上指出 今天这个会议的背景 是在拿枪的暴力黑社会组织 以深入到党政领导机关心脏地带进行暗杀 暴力攻击 破坏恐怖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召开的 朱镕基说 有证据证明 这是来自党 政 军 警内部一些被清除 受处理 制裁的人及其同党 包括一些有严重经济政治等问题 待审查的人所策划的 他们在社会上收罗了从武警 军队 公安 政法中的败类和社会上黑社会组织相勾结 雇佣 组织暴徒 亡命之徒 朱镕基还指出 从特定攻击 暗杀的目标人物来分析 暗杀组织的后台 总策划者在党内 在金融 公安部门 朱镕基当时披露的暴力黑社会乱象 近些年已愈演愈烈 朱所称的总策划者在党内 在金融 公安部门 如今也已公开 正是江泽民 曾庆红 周永康等将派大老虎 十九大上高层人士重洗牌 习近平权力与地位进一步加强 习将不易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展开扫黑行动 将进一步清洗江泽民集团垂死反扑 进行另类政变所依靠的党内外黑社会势力 随着徒子徒孙不断被清洗 黑社会总投资曾庆红 及终极大老虎江泽民被清算的日子 也将日益逼近 占美国价值观的对手 今年1月开始 川普已经出牌多个措施 对中国产品连下重手 中方反击措施则非常有限 被指只有象征异议 多家媒体消息 中共中裁办主任刘鹤将出任 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 港媒更预测 这名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将领导 六位经济领域的高官 习会将经济事务直接委托给这个经济团队 而绕过总理李克强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刘鹤在3月的中共两会上升任副总理后 或将领导一个由6名高官组成的经济团队 负责中国经济管理的大部分事项 报道援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 曾瑞生的分析称 刘鹤明一掌是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领导下工作 但习近平委派给刘鹤团队的工作大部分会绕过总理 刘鹤不会提出他认为习近平不会审批的方案 报道称 刘鹤团队将由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经济专家组成 最终 美媒消息 中共中裁办主任刘鹤月底将防美邮税 避免中美贸易战 此前中共高层也被曝曾与美方密集接触 美媒分析 这显示北京底气不足 会竭力妥协 美国爱克洛斯网站2月22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习近平的首席经济智囊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将于2月27日至3月2日访问美国华盛顿 报道分析 北京此举旨在与美国重新接触 并希望重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但白宫至今尚未同意 本月初 与刘鹤同位中共政治局成员的国务委员杨洁池 也曾访美 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也是如何建立两国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 此外 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 援引多个消息人士透露 习近平和王岐山之前几周 曾秘密会见美国驻北京大使布兰斯塔德 吉利游说美院 越来越成为习近平团队经济决策的执行者 此前海外媒体曾一度炒作习利不和的舆论 近来已经销声匿迹 有分析指 背后放火的是江派势力 目的是分化习利 习湖政治联盟 港媒指 习利只是分工有所调整 配合上没有出现问题 二人在经济理念上可能有分歧 但在政治利益上并无冲突 习近平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击黑恶势力及保护伞 被外界认为建制中共政法系 该通知出炉后 中共最高法陈济近一个月后 近日终于表态 宣称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 惩治司法腐败 做到查案工作无禁区 无特区 无盲区 这是习近平当局发出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知之后 最高法首次对此事进行表态 据新华网报道 中共最高法院近日召开全国反腐败工作视频会议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会议上强调 毕许方 以扭转中美对抗和爆发中美贸易战的趋势 随后 刘鹤也定于14日与布兰斯塔的会面 金融时报指 中方接连派高官与美国接触 表明北京当局对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 这可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不乐观 中方底气不足 对此 美国之音援引中国问题专家 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的分析称 中美贸易战如果开打 中方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 对习近平设定的经济进程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所以 中方不想卷入贸易战 会竭力妥协 他认为 中美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 双方会有所妥协 而中方妥协的意愿可能更强一些 美国方面 川普总统在国安新战略和国情资文演讲中 都指中共政权对国际秩序存在威胁 已经明确将中共列为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 调绘在三月通过任命 北京的政策制定圈子内流传的热门人选包括 银监会主席郭树青 证监会主席刘士宇 央行副行长易刚 发改为主任何立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孝亚庆 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 报道称 这一团队看起来很强大 六人都曾管理过政府实体 银行或金融服务公司 六位人选中 五位有博士学位 至少三位能说流利的英文 这六人中 郭树青特别引起关注 据银监会官员介绍 郭树青形势迅速 不会过多考虑利益集团 这一风格与刘鹤相似 也符合习近平的优先考虑 不过 外界观察 这六人并非都是习近平亲信 一有前朝就不 习如果依靠这个团队掌控经济 估计还会有一定阻力 近年来 刘鹤越来越显示出 直接参与经济决策的迹象 今年一月还代表习近平 率团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而国务